在樂隊中介紹這首新歌 Can You Hear Us 我們剛才有講過的 從後來過 今年有三首歌 二人、一瞬 一瞬還有多一個版本 再加上這首Can You Hear Us 這首我覺得是回到液流最基本 純粹是 Metal 之類的出發 一開始已經噴出來了 結魯一開始已經用刨烤式去唱歌 這首歌其實是否除了內容很有信息之外 也希望再次透過這首歌告訴大家 液流是怎樣的一對Metal Band 其實是沒有想過這個方向 我們都是想說一些很想說的東西 用一個最合適的方法 因為其實寫這首歌的時候 開初是打算用一個很發洩的方法 去講自己對於我想說的東西被壓制的那個狀態 所以就是在寫第一句歌詞的時候 我就很自然地用了Can You Hear Us 在那個chorus那裡 因為現在聽是廣東話來的 但是我寫的時候在chorus第一句是Can You Hear Us 然後就衍生到現在的這個版本 我們打算做第三首歌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個共識想玩 找一首是比較爽快一點點 直接一點 可以宣誓一點 或者是速度大概是大家都覺得爽的 一路一路去那首的demo 然後就先聽到阿傑佬那首的demo 我們大家就選擇 不如做阿傑佬那首吧 但是傑佬本身 他寫了一個demo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寫了Can You Hear Us 這些幾個字 我們選擇的時候就變了 這首適合的 我就做這首 就拿這首影片 我們就開始去研究一下大家 怎樣讓他建立一首大家都喜歡的歌 可能逆流以前有一大部分歌都爽文著字 要思考要想一下 但是這首就好像剛才傑佬跟阿傑說 我們就第一個反應就是要爽 歌詞就直接 其實我們會幻想是 你在現場live performance的時候 大家的共鳴感和爽的感覺 內容其實都沒有特別去斟酌 因為如果你經過太多之後 那樣東西又會變成 吐了進洞裡 所以我們就 那一刻就是這個感覺 這個感覺 很適合做運動 你錄的音聽聞也是 好像爆了汗 很累啊 很難搶 你也說難搶結佬 但是有些情況下他要脫衣 但是爽的是不是 大家錄這首歌的時候 一彈起那一下就很爽的 跟今年幾首歌都是不同的 其實很直接 反而是 就是我一拿起那個展示去編 或者去想一些reep的時候 就其實很直出 就是沒有很 其實 不過都有一個位是有刁就做的 有一個音樂 break的位 我們就想有一個大家 是整隊band的一個 屬於整隊band的一個solo 就是不是獨立一個吉他hero的solo 所以那個音樂 break 其實是有些叩的位 去做到大家都有一個 有些action可以一起做的那個力量 寫了這首歌出來的時候 跟著就跟阿琪去談 有什麼你覺得是最出不了聲 很窒息的感覺呢 那我們就用了我們MV的方法去呈現那種 真真正正很窒息的感覺 而在上面加了很多projection 就是寓意了一樣 我們很多 每一天見到的很多的資訊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或者甚至乎是被娛樂化了 嗯 這樣的情況去令到自己 對探求真相的那個需要好像 沒有那麼強烈 但是我們都故意留留了一些空間 去在畫面上令到大家 有一點想大家去思考 究竟現在是 就是那個情況究竟是怎樣 究竟想表達什麼 其實是希望每個人 都有一點可以去到一些獨立思考的狀態 就不要說別人給你什麼資訊 你就要去接收 其實在唱歌的那個 錄音的那個情況下 我只不過是屬於一個很力量型的 講一個情況給大家 就是頭歌詞一開始 世界轉向太快沒辦法變形 因果倒轉沒辦法適應 因為這個是很real 大家想做一個誠實的人 只不過見到有不信心有不公義的事情 我們想講 但是都好像被很多東西掩蓋了 那情況就是這樣 那就是告訴大家 我理直氣壯 整件事 但是為什麼搞到現在好像會出問題 那樣呢 那情況就是這樣 而希望大家除了在日常生活裡面 接收到不同的資訊之外 也都要思考一下那些資訊的真偽 的同時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到 世界那個真相 並不是我們日常看到的那麼簡單 社會的位置 我們在網上看到的 都不看得好 你就 whisk了 自己搞到說 快點 你還是放的 和音樂 快點 你還是放的